她是清华高学历才女 却在拿到硕士学位后前往美国进修 她家境富裕 从小养尊处优 却为了一张绿卡贵铁老美 甚至不惜主动出卖祖国 那么她究竟是谁又干了什么 时间回到2007年的4月份 当时我国发射的北斗一号卫星 还处在初步试验阶段 但依旧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尤其是美国更是时刻盯着我国的动向 在美国的某个实验室里 一个名叫高信心的中国女孩 正在聚精会神的研究北斗卫星的相关信息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很快就发现了漏洞 但她并没有将这一发现 立即上报给我国的有关部门 而是在破解相关信息后 将自己的研究应用在了一个软件接收器上 以此获取和跟踪北斗M1卫星 随后高信心竟然将这一研究结果 转手送给了美国 并发表了众多高智良论文 顺利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 高信心的这种行为 无疑是对中国的出卖和背叛 但她却像是完全意识不到一般 不仅不以为然 还将这些得意洋洋的发到网上炫耀 为此招来了国人的一片谩骂 原本以为这么多人骂她 高信心会稍微收敛一些 没想到她不仅没有任何悔改之意 还嚣张的让网友们少管闲事 因为很快她就是美国人了 不属于中国管的范畴 以后她是要留在美国发展的 因此并不在意中国人的看法 甚至猖狂的表示 自己以后绝对会成为人上人 比任何人都过得好 她恬不知耻的做法 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愤怒 但国人的谩骂对她来说 却无关痛痒 因为她靠着出卖国家机密 不仅获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 还令很多公司对她高看一眼 美国政府更是热情的邀请她留在美国 不仅用高薪和好待遇引诱她 还为她颁发了美国绿卡 希望她能继续为美国效力 虽然国人对她全是谩骂 但她此时伸出美国 美国人对她全是称赞 高信心沉浸在这些糖衣炮弹之中 真的以为自己是美国的大功臣 为此洋洋自得 一时间风光无限 见此仅仅国人恨得牙洋洋 于是很快就有人将她的身份扒了出来 吃着中国的饭 还砸着中国的锅 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 她是清华女学霸 却为了一张美国绿卡 不惜出卖培养她的国家 主动破解北斗系统 只为讨好美国 那么她究竟为何会这么做 令人震惊的是 高信心如此热衷美国绿卡 并不是因为出身寒门 恰恰相反 她的出身十分富裕 甚至超过了很多人 高信心是黑龙江人 父亲是黑龙江公安厅的副厅长 母亲也是出自书香门第的高知识分子 如此优渥的家庭环境 使得高信心从小就像个小公主一般 不仅父母同爱有加 周围的人也都对她极为奉承 各种讨好 而她的父母虽然宠爱她 但却十分重视她的教育 各种补习班甚至私教 都是最基本的课程 因此高信心要比一般的孩子 见识更多也更加聪明 然而她虽然成绩优异 但却眼高于鼎 经常看不起别人 在周围人的阿谀奉承之下 高信心觉得 全世界都应该围着她转 否则就是不对的 并且她的好胜心极强 不允许任何人超过她 上学时一旦发现 有人成绩比她好 就会非常不高兴 然后立即将这件事告诉父母 并恶意揣测对方 一定是通过不正当手段 才获得的高成绩 她的父母不仅不认为 她的想法有错 反而还肆意的 纵容她这种扭曲的心态 不想着如何教育 正确引导她 往正确的思想上走 反而还会顺着她的心意 认为女儿还小 并没有什么恶意 毕竟小孩子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高信心的父母天真的觉得 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 不给自己丢人 就算骄纵一点 也不是什么大事 毕竟自己家有钱有缺 就算出了事 也能很快解决 而高信心也确实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她从小成绩优异 名列前茅 并且还比一般的孩子有耐心 学习成绩更是率同龄人很多 一般女生都比较偏文科 但高信心却偏偏喜欢理科 并且还心存远大理想 她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为祖国和人类的进步而努力 划着这种崇高的理想 高信心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 顺利靠上了清华大学 父母希望她学习新闻等 更适合女孩子的专业 但她却有自己的想法 她对理科更感兴趣 于是选择了清华大学的经仪系 众所周知 清华大学是人才聚集地 全国顶尖人才几乎都聚集在这里 原本以为高信心在这里 不会显得很突出 没想到她却依旧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仅成绩优异 多次获得奖学金与各种荣誉 还经常参加各种活动 风头十足 转眼之间 大学四年即将过去 高信心决定继续留在清华大学读研 以获取更多的知识 毕业后 她认为国内的教育有限 于是决定出国深造 见识不一样的世界 而正是因为这个决定 直接改变了她之后的命运 吃着中国的饭 还砸着中国的锅 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 她本是人人羡慕的清华女学霸 却为了一张美国绿卡 心甘情愿地成为老美的狗腿子 主动破解我国北斗系统献给美国 甚至不惜得罪中国民众 谣言再也不会回到中国 结果不久后又痛哭流涕地想回来 那么她的结局究竟如何了呢 高信心很快就申请到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留学生名额 然而到了美国后 她发现自己的光环全都不见了 这里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并且各个出类拔萃 甚至有的入学就已经获得了专利奖项 与那些真正的人才相比 她只不过是其中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一个 简直微不足道 因此压根就没有人关注她 从人人追捧的小公主 到无人理会的普通学生 高信心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她有些接受不了 于是开始参加各种派对 疯狂刷自己的存在感 并逐渐迷失在外国人的自由放纵之中 她急切地想要获得认同感 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但由于很多人看不起中国人 因此高信心认为 只要拿到美国绿卡 才能留在这里 才能和这些人一样 但是想拿到美国绿卡弹劾容易 她一没有对美国做出过突出贡献 二没有什么理论研究 没有什么名气 美国凭什么给她颁发绿卡 而高信心为了得到绿卡 竟然开始负责手段 2005年 欧洲发射了伽利略系统的 首颗实验卫星 并准备将这颗卫星的信号 在2006年激活 然而令欧洲人想象不到的是 仅仅在卫星发射的几个小时之后 高信心就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一起捕捉到了这颗卫星的信号 随后高信心更是直接避开团队 开始自己工作 没想到竟然真的破解了底层算法 并对卫星上的三个波段进行了解码 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刊登出来 虽然这次的实验并没有帮他换来美国绿卡 但却引起了各级人士的关注 高信心觉得找到了突破口 于是就丧心病狂的将目光 放在了我国的北斗卫星上 并很快破解了北斗卫星的编码 然后将研究结果主动送给了美国人 据传言 他之所以可以如此快速的破解北斗系统 是因为在清华读书时 曾接触过相关研究 而他的这种卖国行为瞬间迎来美国政府的青睐 为了留住他 美国给了他很多好处 除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外 还有高薪好待遇的工作 以及他心心念念的美国绿卡 然而正当高信心沉浸在美国给予的好处中时 我国却给他破了一盆冷水 我国的北斗系统并不是那么好破解的 而被他破解的部分 只是没有那么重要的民用部分 对国家机密和军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消息传到美国后 高信心的美国主子非常不高兴 立即收回了所有奖励 而他也成了人人喊打的丧家之权 被美国嫌疾之后 高信心过得并不如意 此时他想要重新回到中国 但他之前的行为实在可恨 因此我们的国民都不愿意接纳他 所以他的请求被果断拒绝 并且永远禁止他回中国 毕竟我国又不是什么垃圾回收处 什么垃圾都能占边 对于高信心的行为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